第196集 苍茫天雨上空落下一道又一道绿蒙蒙的气流 每一道都有山月那么粗 红大而沉重 像是一挂又一挂的天河垂落 在无尽遥远的天穷上 恍惚间有一个独立的小世界 混沌气翻涌 地火风水沦动 在当中有一座绿塔若隐若现 这是一种扑天盖地的气息 正气祥和浩大 没有咄咄逼人的威势 但却有一种不容侵犯的神圣与庄严 不要说普通修士就是龙首古王 黑龟都身体僵住了 不敢妄动一下 连他们都感觉若是放肆一定会被毁掉 西黄塔 也就是仙类绿金塔 为西王母当年亲手铸成 经历无量大事而不朽 传逝到今天 可震杀世间一切 摇池大会有归 任何人都不得在此寻衅大战 还望尹龙川的祖王遵守 天穷上传来摇池王母的声音 几刀地兵本身是一种无敌的存在 它是古之大地生命的另类延续 使劫谁敢以身试法去扛 地兵一旦复苏 祖王冲上去也要隐恨 然而复苏的这个过程却有些慢 即到地兵难以驾驭 诸多大能 全力催动也要耗去很长时间 动辄会被吸干晶圆 不然一见地兵在手 可以说天下我有谁能匹敌 除去古之大地自己 没有人能真正完全的催动地兵 就是圣人也不行 即便能够运转也会相当的吃力 当然在各自的山门内 肯定有古之大地亲手布下的阵纹 可以加快击到地兵复苏 不会耗去太多惊气 所以仙类绿金塔此时显化了 西王母发话只针对龙手古王 连绿蒙蒙的气柱 也只是垂落在他的头顶上方 让其感受到极大的压力 甚至有一丝恐惧 在这摇池净土内 西皇塔胜过凡间一切 但凡进入此地 圣人都不得自由了 黑龟剑没有气柱 悬在他头顶上方 相当的满意 而后伸出一只小爪子 对龙手古王勾了勾 不服气的话 过来在你脸上刻下 玄武两个字 龙手古王 鼻孔冒白烟 不久前意气风发指点天下 俯视众生 那种超然的姿态 全都没了 有种跟我出去一战 就等你这句话呢 走 伟大的玄武将要铭刻一段历史 在你的脸上写下一篇宏大的史诗 好 短得利天利黑水暗中叫好 唯恐不乱的起哄 许多人族修士也都露出笑意 觉得这只龟太有皮性了 这般出手着实算式 将这个悟空一切的祖王 从天上一脚 跺在了地上 没有人阻拦 事实上也没有人能拦住 龙手古王一刻也不想停留 当先就冲了出去 黑龟降落在地 化成一人多高 直立起身子 跟背着一口黑锅的怪人一样 后腿着地 两只前爪背负在后 向外走去 慢吞吞的 比蜗牛强不了多少 站在窑池外的古王 足足的等了一刻钟 他眼中喷火 头上都快冒白烟了 才见到那个乌龟王八蛋 慢慢的踱步而来 没有什么多余的话语 龙手古王直接展现出最强的神术 他脑后那轮圆环 璀璨璨多目 压过天上的太阳 光环放大 化成一轮圆盘 绚烂多目 吞噬众生的精气神 掠夺天地的元气 铸成不朽的宝伦 当地一声 清幽之音响彻天地 他脑后的神轮越发刺目 将他衬托得如同一个神明一般 通体晶莹 终于宝伦发光轰鸣了起来 四十一道轮回之盘 照耀向黑龟 轮回之力大出 龙手祖王大喝了一声 天道轮回 相当的霸气 一步迈出 十方天语都在颤抖 宝伦压下 让瑶池外的天穷 都快重归混沌了 就凭你 也敢跟伟大的玄武比霸气 看我破泥 黑龟全身又缩进了龟壳内 任你千般神则 万般法术全都无用 各种法则化成赤胜的光 全部落在黑色的龟甲上 上面有一道道神秘 而古老的纹落在闪烁 化解无尽神芒 难以攻破 远处 人们惊异 恐怕全天下 没有几人的防御力 比他变态了 应接祖王 最强神族而不损 叶凡凡凑到蛮王身前 小声问道 这只玄武什么来历 他只知是蛮族的守护神 但却没有想到这么强大 他是谁养大的 我想想 应该是我爷爷的爷爷的爷 蛮王后边说了一大串的爷爷的爷爷 连他都难以说清 这头龟活了几千年了 保守估计也在六千岁以上 平日间 这只龟对谁都不怎么搭理 只是偶尔跟蛮王说几句话 没有想到 今日见到一只祖王话这么多 你给我去死 龙手鼓王大叫 脑后那轮圆盘更加刺目了 赤胜如羊沉落了下来 镇压玄武 他一吼之下群山崩碎 连数百里外的云朵 都被镇散了弃吞山河 黑龟怡然不惧 同样大喝 跟我比霸气你还不行 那就看看谁更胜一筹 他从龟壳中探出了头 轮动一双黑色的老拳 直接轰塌了天地 吼道霸王神拳 可以说 他的动作很滑稽 名字呀起的也不怎么地 怎么听都是王八神拳 但是呢 确实全盟力后 黑色的拳头 第一拳 直接轰开了那轮圆盘 将其打裂 第二拳 则直接龙手鼓王的两条手臂震断 第三拳一出 将其胸膛砸穿 龙手鼓王炸碎 而后化成一道光 出现在远处 重组肉身 脸色铁青 难看到了几点 王八拳 我这妈的竟然摆在了王八拳下 不长记性 这是伟大的玄武开创的霸王神拳 今天我要让你永远的铭记 这只黑龟直立着身子冲了上去 两只黑色的老拳轮动起来 跟两个大抹牌一样呼呼生风 旁边群衫跟纸壶的一样 全都把底而起 飞向了远方 人们惊悚 在那两只黑色的拳头上 密布有各种神则 难怪可以粉碎古王的一切秘术 有天道的力量在流转 呼的一声 两位圣人又一次大站在了一起 不得不说 这个黑龟猛的一塌糊涂 两只老拳粉碎真空摧毁一切阻挡 他一口气打了一百零八拳 尽管有大部分被拼命的龙手谷王化解了 但还是有成片的圈影落在了他的身上 记住啊 这是霸王神拳 龙手谷王的身体在瓦解 不论是血肉上还是断骨上 都留下了一道道不可摸灭的乌黑印记 尤其是在其脸上 更是十几道温落 全都乌黑 形成一只小乌龟 这是全印所留 当他们再次分开时 龙手谷王要疯了 不仅打败 而且被刻上了耻辱的印痕 五光闪烁 根本抹除不掉 所有人都差点笑出来 即便是太古各族也不例外 涉于谷王神威 他们在强忍着笑声 龙手谷王遍体鳞伤 悠悠脸不为嘴 被打上十几只小乌龟印记 无法化掉 记住啊 老子是玄武 才敢记错 把你元神也刻上 黑龟郑重其事的说道 一脸的严肃 却让人看着想笑 龙手谷王真的疯了 还有 比这更耻辱的事吗 此前张贤武力羞辱人族 压得四方无人敢出声 而此时却被一只王八给打爆了 在身上与脸上刻下一个个乌龟印记 且是以大法力刻血 无法摸灭 他扬天大叫吼个不停 龙手谷王咬牙切齿 你这只乌龟王八拳 我很严肃的告诉你啊 伟大的玄武怒了 要以王八神拳 将你轰成渣渣 黑龟一脸的严肃 而后轮动老拳就冲了上去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谢谢